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一个用户点击了广告就说明它是有一定的需求的 它是有一定感兴趣的 如果说用户对这个广告内容压根不感兴趣 它是不会点击广告的 所以说CPC广告也是一种按效果来计费的一种广告形式 第二种网络广告的计费方式叫做CPT广告 那这个T呢指的就是时间 那么它就是指按照时常付费的广告形式 我在一个网站上做广告 我是按照每小时多少钱 每天多少钱 每周多少钱 或者每月多少钱 来支付广告费用 那么主要是在大型的门户网站 还有这种垂直的资讯网站 在这样网站的首页还有频道页 那么一些优质的位置 往往他们的广告呢 会用这种按时常付费的广告 那么目前呢 在互联网上啊 35%的网络广告 都是属于按时常计费的广告 那现在呢 咱们看到的是一个生活门户网站的广告 它的这么一个首页顶服广告 它每天的价格是三万元 那么在下面的这个首页顶部通栏广告 它每天的费用呢 是两万八千元 在最下面呢 这个半周的广告呢 它半周的费用呢 是四万五千元 也就是说 对于一些大的门户网站 在它的首页或者频道页的一些优质位置 这样的广告呢 一般都是按时常来计费 第三种计费方式 是CPM广告 就是按照广告展示次数付费的这么一种计费形式 也就是说 我的广告展现了多少次 然后按照这个来进行计费 那么一般来讲呢 这个CPM指的是 我的广告展示一千次 我需要支付多少费用 比方说 我在一个网站投放广告 我们谈成的价格呢 CPM是十块钱 就意味着我的广告在这个网站展现一千次 被用户看到一千次 那么我会付出十块钱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CPM呢 其实比刚刚那种CPT 就是按时常计费呢 它是更具有评估意义的 如果说单纯的按时常来计费 我并不知道我的广告的效果有多少 我也不知道我的广告被看到多少次 我也不知道它覆盖的人群有多少 但是通过CPM这种广告的形式计费呢 就可以保证 我的广告展现了一些具体的量化的次数 那么有哪些广告主要采用这个CPM来计费呢 比方说这种动态效果比较强的副媒体广告 还有呢咱们经常看到了 在视频前面的视频贴片广告 他们主要都是以CPM这个方式来进行计费 还有一些大型的门户网站呢 垂直网站啊 他们手评的这个品牌广告 往往呢也都是用CPM这个广告方式来进行计费 那么往往说这个CPM广告呢 它的定向方式越精准 它的价格就会越高 比方说我在优酷网上 投放一个视频贴块广告 那我谈好的价格呢 是CPM是五块钱 如果说我想只针对北京当地的人进行投放 也就是说在全国的人群当中 我只针对北京投放 那么可能说这个CPM的价格 就会从五块钱涨到八块钱 如果我想做到只针对北京地区的女性来投放 那么这个广告的价格就会更高 它可能会从八块钱涨到十二块钱 那么这个CPM广告的投放的过程中呢 你的定向越精准 目标受众越精准 那么相应的这么一个价格就会越高 目前呢在这个网络广告当中呢 8%的网络广告呢 是属于这种CPM 第四种广告的计费方式 叫做CPA广告 就是一种按效果付费的广告计费方式 它指的是当用户完成一定的行为 我们才给这个网站支付广告费 比方说咱们在这个PPT上 可以看到有很多做CPA的广告 咱们就以这个应付英语为例 它是一个英语培训学校 而它的一种网络营销 就是把一些有需求的人 引到它的网站上来填写注册信息 再由英福学校的招生老师 跟这个注册信息的填写用户进行联系 那么对于英福英语这个网站来说呢 它特别需要的就是 真实的用户到它的网站来注册信息 它就会投放广告 能为它带来一个注册 它就会付给这个网站 6块5的广告费 同样的对于一些软件的网站 比方说像这个金山独霸 或者说这个PPTV 他们最希望得到的就是下载量 那么他们呢 也希望投这个CPA广告 只有当用户真实的下载了 这种呢 当用户具体的完成一定行为 我才付给这个网站一定的广告 第五种广告计费方式呢 叫做CPS广告 指的是当用户购买了我的产品 我才付给这个网站一定的广告费 比方说凡客成品这么一个网络商城 现在呢 我找了一些网站投放广告 所谓的这个CPS计费方式指的是 当用户点击这些网站的广告 来到我凡客成品这个网站购买了 当购买之后呢 我就会按照这个产品的销售额 返还一定的佣金给这个网站 那么返还的这个佣金呢 其实呢就成为CPS广告 这个孟八莎呢 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针对女性的电子商务网站 它上面就接受这种CPS广告 它的佣金呢 就是3%到30% 就是如果说孟八莎通过这种广告去做宣传 那么有很多的网站可能会接孟八莎的广告 只有这些网站带来的用户 真正的在孟八莎这个网站购买了 如果购买成功 孟八莎就会按照这个购买金额的 3%到30% 然后把这个费用 或者说就是佣金广告费 返反给这个网站 目前呢 大部分是属于电子商务网站 来使用这种CPS的这么一种广告形式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俳子 都是俳子 这是俳子 你设计站的